亲爱的弟兄姊妹们 祝你平安 感谢神给我们这样的时间 一起来分享上帝宝贵的话语 我们今天要来分享生命记 生命记是摩西五经的最后一卷书 生命记我们也可以把它看成是摩西词别前的三篇讲道 这三篇讲道的主要内容 主要是针对进入迦南地的新一代以色列民族 给予他们律法的解释 以及给予他们嘱咐 让他们进入到迦南地的时候 能够按着上帝的心意而生活 愿上帝祝福我们一下的时间 让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经文 以下所记得是摩西在约旦河东的旷野 舒服对面的亚拉巴 就是巴兰 陀佛 拉班 哈西路 底撒哈中间 向以色列众人所说的话 从和列山经过西尔山到加蒂斯巴尼亚 有十一天的路程 出埃及第四十年十一月初一日 摩西照耶和华借着他所吩咐 以色列人的话都小遇他们 那时 他已经击杀了住西尔本的亚摩利王西红 和住以德莱 亚斯塔路的巴山王厄 摩西在约旦河东的摩亚地讲律法说 耶和华我们的神 在和列山小遇我们说 你们在这山上住的日子够了 要起行转到亚摩利人的山地 和靠近这山地的各处 就是亚拉巴 山地 高原 南地 沿海一带迦南人的地 并黎巴嫩山又到诱发拉底大河 如今我将这地摆在你们面前 你们要进去得这地 就是耶和华向你们列祖 亚巴拉罕 以撒 雅各启示 应许赐给他们和他们后裔为也之地 今天的经文是 生命纪一章一到八节 我们首先来看第二节 在这里圣经说 从和列山经过西尔山到加底斯 巴尼亚有十一天的路程 好 我们圣经读到这里 我们通过这一节经文 我们可以看到什么样的信息呢 我们可以看到 以色列民族他们接受上帝的这样的带领之后 上帝把他们从埃及地救赎出来 他们出埃及 他们要进入到迦南地 在出埃及以后 他们在西乃山上与上帝立约 立下了这样的西乃之约 随后他们就要经过旷野 去到英许之地 然后这节经文告诉我们说 从和列山经过旷野而抵达英许之地的边界 加底斯的巴尼亚 只需要十一天的时间 当我们去读圣经的时候 读民数记的时候 我们可以知道 以色列民族实际上他们没有花十一天的时间 他们花了整整四十年的时间 才进入到英许之地 这里告诉我们说 只用十一天的时间 但他们却花了四十年的时间 四十年和十一天这样的差距是很大的 我们要思考为什么会造成这样的结果呢 造成这样结果的原因是什么呢 我们首先来看一节经文 在约书亚纪五章六节这里记载到 以色列人在旷野走了四十年 等到国民就是出埃及的兵丁都消灭了 因为他们没有听从耶和华的话 耶和华曾向他们启示 必不容他们看见耶和华向他们列祖启示 应许赐给我们的地 就是流乃与密之地 这是记录在约书亚纪六章五章六节的经文 我们通过这节经文可以清楚的看到 造成他们四十年 花四十年的时间才能够进入到应许之地的结果 是因为他们不听从耶和华的话 准确的说是第一代以色列民族 他们没有顺服神的话语 因此在四十年的旷野的生活当中 第一代以色列民族都全部死在了旷野 进入应许之地的是第二代以色列民族 当然这里面包含了约书亚和加勒 曾经他们也是属于第一代以色列民族 所以我们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个时间可以看到什么 造成这样的结果的原因是百姓不顺服上帝 我们领受了神的启示之后 领受了上帝的话语之后 我们所要做的是要顺服神 顺服神的旨意 如果我们顺服上帝的话 我们就没有必要走那么多的弯路 我们通过以色列百姓的身上 我们也可以看到 他们走了那么多的弯路 是因为他们没有顺服神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 我们听道要行道 听道不要停留在感动上 听道要升华到行道上 我们听着神的话语 不要仅仅限制在感动上 我们的信仰不是感动流出来的 我们的信仰是靠行约华上帝 丰富我们的话语而行出来的 顺服神 遵循神的旨意 才能获得真正成熟的信仰 愿我们能够借着这样的经文 也能够来反思我们的信仰生命 让我们真的是能够听到神的话语之后 能够用我们的生命的实际行动 能够行出上帝的话语 愿神祝福大家 我们继续来看下面的经文 我们来看第八节 在这里圣经说 如今我将这地摆在你们面前 你们要进去得这地 就是耶和华向你们列祖亚伯拉罕 以赛雅各 请以示应许赐给他们 和他们后裔为业之地 我们圣经读到这里 我们看到这里 应许之地是上帝所赐给以色列百姓的 赐给亚伯拉罕 以赛雅各的 准确的说是亚伯拉罕之约的实现 进入应许之地 是上帝对亚伯拉罕之约的实现 我们来看一节经文 在《创世纪》十七章三节到第八节 这里记载说 亚伯兰伏伏在地 神又对他说 我与你立约 你要做多国的父 从此以后 你的名不再叫亚伯兰 要叫亚伯拉罕 因为我已立你做多国的父 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 国度从你而立 君王从你而出 我要与你 必你世世代代的后裔 坚定我的约 做永远的约 是要做你和你后裔的神 我要将你现在寄居的地 就是迦南全地 赐给你和你的后裔 永远为业 我也必做他们的神 这段经文出现在 创世纪十七章三到八节 这段经文是经典的 亚伯拉罕之约的内容 这是上帝对亚伯拉罕所立之约 上帝立约之后 他就必定要实现 因为我们的神是信实的神 直到以色列他们进入迦南 攻占迦南地之后 这是亚伯拉罕之约的实现 我们通过这样的信息 我们需要去思考一点 以色列民族进迦南 代表着这是上帝 对亚伯拉罕之约的实现 那么这是上帝主动 去做成的一件事情 那么我们也要思考一下 对于上帝主动 做成的这件事情当中 以色列百姓 他们需要做什么呢 他们的责任是什么 上帝有上帝自己的责任 他会按照他信实的属性去成就 那么对于神的子民来说 他们的责任是什么呢 对于以色列百姓来说 他们需要做的事情就是 凭着信心进入应许之地 因为上帝已经应许给他们 这块土地要吃给他们 因此他们需要做的是 用信心仰望上帝 凭着信心进入到应许之地 也凭着信心能够依靠上帝 去攻占迦南地 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 这是旧约当中 上帝的信实对亚伯拉罕之约的实现 同样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 上帝在新约当中 也应许今日的圣徒 要得天上的迦南地 这既然是上帝的应许 就必会成就 那么对于今天的我们基督徒来说 我们的责任是什么呢 上帝已经应许给我们 这天国的荣耀 天上美好的迦南地 那么我们需要做什么呢 我们需要存着信心 存着盼望 存着爱 能够进入到 这个永恒的国度当中 所以弟兄姊妹们 2020年的开始 似乎是伴随着灾难而来 这些灾难令我们感到惧怕 甚至让我们的信心变得软弱 但无论如何 我们要知道 神必会成就 他在基督里给我们的应许 我们需要怀着信心 去奔走这天路的旅程 我们更需要充满希望的活着 怀着那进入到 那个永恒的应许之地的希望 使我们能够坚强 而有意义地活在这个世界的动力 弟兄姊妹们 我们要保持爱心 付出爱心 爱人如己 这就是我们在末世的时候 应该显现出来的生活态度 也是我们面对灾难时候 应该拥有的信心的生活 愿上帝祝福大家 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 慈爱天父 爱我们的主耶稣 我们感谢你 主啊 我们知道你在新约当中 与我们立约 你透过基督让我们知道 我们拥有这天国的盼望 天父啊 让我们真的是在这末世的时候 让我们怀着对天国的盼望而生活 让我们持有依靠主的信心而生活 主啊 我们求你帮助我们 带领我们 在这末世的时候 让我们用信心 用喜欢 用爱 能够去 彰显出 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 该有的生活态度 主啊 我们感谢赞美主 我们以上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得圣的名祈求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